这是一种满嘴长满了历史的怪物 它除了非常的凶残以外 还有一种相当逆天的能力 当环境不适合生存时 它们能够将自己的身体脱水 然后进入到一种休眠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沉睡几千年 而如果需要复活也很简单 只需要身体接触到水 它们就可以再现人间 每一次的复活对于生物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因为它那强大的实力和巨大的能量需求 一旦出现就会疯狂地进食 而现在在金字塔内部就出现了这种怪物 此时此刻阿鲁三人并未察觉到危险 就在它们为取得狮子可乐感到兴奋时 鸟人已经偷偷出现在小松后方 毫无征兆的一拳送走了小松 阿鲁他们两人也只能眼睁睁看它倒下 可没等它们完全反应过来 鸟人已经闪现到它面前就是一拳 阿鲁整个人瞬间飞了出去 一旁的泽布拉响展开反击 奈何刚才已经消耗了所有能量 毫无意外它也是被一拳揍飞 而那停留在空中的可乐 现在对于那鸟人来说可是大不平 面对如此多的能量 它张开了那张巨口 如同飓风一样将那些可乐一扫而尽 由此鸟人的力量再次得到强化 这让形势更加的严峻 而躺在地板上的两人 看着趴在一边的小松 除了担心以外心中还有着无尽的怒火 泽布拉此时已经面露狠色 他怎么会允许敌人如此得意忘形 不仅抢走他的可乐还将小松打成这样 极端的愤怒使他全身的能量瞬间充满 这是属于他独特的能力 而阿鲁这边也有自己的方法 他让体内的红鬼发动了自食 吞噬自身的细胞后也进入到最佳状态 但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接下来将是一场真正的恶战 不是我死就是我亡 泽布拉的陨石声波朝着半空射去 阿鲁也发出目前最强的17连钉拳 当然鸟人也是毫不示弱 双方拳头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在僵持了片刻之后 阿鲁被弹飞后重重撞在墙壁之上 鸟人也显得很受伤 此时钉拳的后坐力也表现了出来 在他体内重击了17次之后才停下 不过鸟人的身体强度很高 再一次对阿鲁发出挑衅 谁知泽布拉的攻击紧接着就来到 一记耀眼的红光将他击飞20米 而泽布拉并未打算停手 连续不断的攻击 终于让鸟人倒了下去 就当泽布拉稍微放松警惕后 鸟人突然抱起一拳击中他的腰子 但泽布拉好像没事的人一样 看来平时没少吃不品 下一秒两股暗进使他退后了两步 这竟然是阿鲁的钉拳 实在是太可怕了 只是看一次就知道怎么运用了吗 泽布拉也很惊讶 他终于想起来在监狱的时候 好像也看到过一样的家伙 但那一只紧紧是小的 听所长说非常的难以对付 既然如此 阿鲁提出两人发出合体技与敌人做个了断 因为他剩下的战斗时间已经不多了 其实泽布拉也是一样的情况 鸟人似乎看出了他们的意图 率先发动了进攻 阿鲁马上打出了十几枚飞叉 但却被对方全部给避开 同时被他一脚给踹飞 一边的泽布拉抓住时机进行了反击 使他失去了平衡 这边站稳后的阿鲁打出一招足叉 栖身贴近之后再接一次足刀 一时间吊人也暂时被打懵了 但就在阿鲁再次打出十七连钉拳时 没想到他身形暴退躲开了重击 这让阿鲁非常的难受 只是泽布拉并没有在一旁闲着 那已经准备好的雨时噪音 早就在鸟人的头顶等着他了 当巨大的红光落下之后 连那坚硬的地面都被打出三米深的大坑 可泽布拉上前查看时 却发现鸟人早就站在了他的背后 对方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惯性的是此时他和阿鲁已经形成前后夹击 泽布拉转身就是一个声波导弹 但这一次他的目标竟然是阿鲁 声波在阿鲁身后推动他的身体急速前进 同时泽布拉还在鸟人周围射下了鹰壁 现在鸟人只有硬生生接下着最强一击 鸟人被巨大的冲击力打飞 但是他在空中竟然露出诡异的微笑 在他们震惊的眼神下鸟人再次站了起来 此时他正摇摇晃晃地走向两人 只是泽布拉表示已经结束了 因为死在他手中的怪兽太多了 他可以完全感受到鸟人的生机所剩无几 随后他也大步地走向了鸟人 同时在他身体中放出了韭菜镰刀 这是属于他的一项独特技能名为死神之音 只见他张开了十几天没刷牙的嘴 然后释放出了最强的口臭 在接触到那味道的一瞬间 鸟人身体马上出现了反应 看来他宁死也不愿再闻这味道了 早知道泽布拉你早点放这一招啊 他们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如此难缠的怪物 突然泽布拉说听到心跳声 这可把阿鲁吓了一跳难道怪物还活着吗 不过泽布拉表示是他身后那个小家伙的 这让阿鲁喜出望外 之所以弱小的小松可以扛下那一击 全都是因为在战斗前 泽布拉为了以防万一给他加了一层声波铠甲 这才就下了他一命 小松得知鸟人被打败后问那可乐哪里去了 这让他们两很是愧疚 毕竟被那鸟人给全吃了 可小松说现在还没有结束 因为根据书上的记载 第一次狮子排出的只是相当于可乐中的气泡 而第二次才是真正的可乐 果然还没等小松话说完 那边的小狮子就彻底爆发了 巨大的可乐喷泉实在太壮观了 那美妙的气味传递到三人这边 连精神都更加亢奋起来 刚刚才经历过一场大战的两人 正需要一次补给 阿鲁张开嘴巴 让那海量的可乐进入其中 下一秒那刺激感瞬间爆炸 接着传递到了他整个身体 这一次他的实力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此时他身体中每一个细胞仿佛都在跳跃 这让他们的心情也是好到了极致 旁边的泽布拉看上去肌肉更加的健硕了 不仅仅是他们 当积蓄了30年的存货在狮子体内释放后 他的心情也是愉悦到了极点 最后那可乐更像是形成了一个勇士 还是小松这家伙勤俭持家 他用橡胶背包将所有可乐都吸了进去 做完这一切也要对金字塔说再见啊 阿鲁转身对小狮子说 明年还要来拔他毛的时候他怒了 吓得小松拔腿就跑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金字塔内不仅仅只有一只鸟人 而剩下的那一只已经逃出了金字塔 它的出现会给人类带去什么灾难呢